欢迎收看小鱼饮品课堂 这一堂课呢给大家带来一款啊 大家都催了我很久的饮品 满杯鲜橙水果茶 首先呢我来介绍一下啊 它所需要用到的原材料啊 一个山茶花茶叶啊 我们呢这一次啊没有用茉莉啊 山茶花呢我个人感觉会更好喝 如果没有山茶花的 你也可以用茉莉啊去代替啊 然后呢我们专用的橘橙汁 果糖 新鲜的橙子啊 然后还有个柠檬片 就可以了 好了首先第一步啊 我们来教大家怎么泡这一款山茶花茶叶 大家呢仔细的看一下哦 好了现在呢我们开始来泡茶 首先呢我们取个凉杯 在凉杯里面啊 放入50克的山茶花茶叶 放入了以后呢 我们接取啊1500毫升的水 然后呢我们取个温度计啊 给它冷却到啊85度 山茶花乌龙茶呢 它的温度啊是比较重要的啊 大家呢需要冷却到80啊至85度 这个时候呢水温呢已经到达了85度了 到达85度了以后呢 我们直接啊给它冲到我们的山茶花茶叶上面 然后呢用一个计时器啊给它计时10分钟 大家呢泡这一款山茶花乌龙茶的时候啊是不需要盖盖子的啊 计时泡茶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啊我们再取一个凉杯 在我们的凉杯中啊放入500克的一个冰块 然后呢我们再拿个茶袋啊放入上面 等它的这个泡茶时间到啊 好时间到 时间到了以后呢 我们直接啊给它过滤到这个有冰块的凉桶里就可以了 大家呢过滤的时候啊 把这个茶袋啊慢慢的往上提 最后呢一滴一滴往下滴的茶汤了就不用了 过滤完了以后呢 我们拿个八勺啊给它搅拌均匀啊就可以了 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下啊 我们呢泡这个山茶花茶叶啊只是一个比例 大家呢做的多啊比例啊是可以放大的啊 但是呢不管你怎么放大啊 泡茶的时间呢永远都是10分钟啊 然后呢我们泡好的这个山茶花茶叶呢 它的最佳使用时间啊是4个小时以内 最多呢是可以保存一天啊 但是呢千万不要过夜啊 好了我们的山茶花茶叶呢就制作完成了 茶汤泡好了以后呢 现在我们开始来制作啊 中杯和大杯的呢都有教学 我们先做一个啊中杯的量 首先呢我们取一个雪壳杯 在雪壳杯里面啊 放入40克的新鲜橙子肉啊 给它碾碎 碾碎了以后呢 我们加入啊40毫升的一个啊菊橙汁 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啊 我这个菊橙汁呢用的是毫升是容积单位啊 要用盎司被量 千万不要跟客去搞混淆了啊 不然你做出来的口味啊是不对的哦 然后呢果糖10毫升 都加完了以后呢我们加入啊 山茶花茶汤啊120毫升 然后呢加入大量的冰块和什么的冷水啊 到达500毫升啊给它雪壳摇云 雪壳摇云了以后呢我们取一个出品杯 在我们的杯子里面啊放入一些啊新鲜的橙子 然后呢放个两到三瓶柠檬啊给它作为点缀 最后啊我们把我们做好的这个水果茶倒入进去啊就可以了 大家看这样一个呢中杯500毫升的啊 满杯鲜橙水果茶就做好了 我们再给大家呢做一个大杯的啊700毫升的量 还是老样子啊取一个雪壳杯 在雪壳杯里面呢放入啊新鲜橙子50克 给它碾碎 把它的汁啊和纤维啊都碾压出来了以后呢 我们加入啊50毫升的一个橘橙汁 果糖呢这一次放15毫升 擅长花的茶汤啊150毫升啊 然后加入大量的冰块和爽到的冷水啊 到达700毫升啊给它雪壳摇云 雪壳摇云了以后呢我们取一个出品杯啊 在杯子里面呢放入新鲜的橙子和雷蒙片作为点缀 然后把我们做好的这个水果茶倒入进去啊就可以了 大家看这样一杯呢夏天啊非常受欢迎的啊 大杯满杯鲜橙水口茶啊就做好了 这款产品呢整体的一个口感呢是属于酸酸甜甜的啊 夏天非常的解渴 如果呢你实在没有山茶花茶呀 茉莉呢也可以做 当然了口味呢肯定会有一点点的变化哦 好了这一堂课呢我们就讲解到这里了 大家呢有任何不懂的都可以给我后台留言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